今年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公开发布五周年 五年来 香港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建设中取得了哪些丰硕成果 未来 香港将如何助力国家推进高质量发展 日前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在两会期间就相关问题接受中心社专访 过去一年 香港融入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道具 这个步伐加快了 现在不仅是人流 物流 资金流 信息流都非常频繁 大家能够体会到我们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潜力 我们要知道香港和广东在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下面的融合发展 不仅是商贸经济 包括社会在各个方面 最近出台的就是香港居民拿特区政府发的医疗券 在广东某些地方可以用 除了这个之外 在老年服务方面我们也有些新的举措 所以总的来说呢 过去这五年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应联通 已经落实了 已经通了 过去这一两年呢 我们出现不少的远联通 所以这个应远加起来呢 我相信未来出城 在广东的九个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跟香港更好的合作 我觉得大有可为 梁振英表示 广州南沙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几何中心 具有区位优势 他曾帮助成立广州南沙粤港合作咨询委员会 牵头创办广州南沙民心港人子弟学校等 通过诸多尝试 促进香港与内地城市互联互通 因为现在从全各个地 包括从香港准备转移到南沙的港人家庭 越来越年轻 有些幼儿园的小宝宝也给他们解决上学的问题 我们准备明年这个时候 幼儿园就开学了 同时呢 我们也跟港澳大湾广州有个战略协议 我们的毕业生 港澳大湾广州优先取路 他们的教授 其他教授人员的子女 我们优先取路等等这些 这些都是比较新的做法 去年 梁振英赴内地多个省区市考察调研 他认为 香港作为国际贸易中心 可发挥超级联系人作用 做好国际贸易服务 助力内地产品进入更广阔的市场 为国家高质量发展 走好最后一公里 什么叫贸易服务 我们有好产品 怎么走出去卖到好价钱 现在我们有太多的好产品 还没卖到 它应该卖到的好价钱 典型的就是宁夏的葡萄酒 典型的就是新疆的瓜果 简单的说宁夏的葡萄酒应该说在国际市场已经萌芽 破土而出 而且势头不错 这个市场扩大的同时也体现了它的价值 我经常常说 我说要是能够通过香港的合作 香港是世界上重要的葡萄酒暴雨中心 通过香港的功能作用 要是一瓶葡萄酒 多都不错 能够多卖20块钱 这完全合理的 而且要求不高 这20块钱里面有其中10块钱能够流到农民的手上 我说功德无良 所以香港这种功能呢 我们说国际贸易中心 它的功能呢 是贸易服务 我们说服务第三方 服务这个地球上某一个地方的 某一种产品的卖家 服务这个地球上另外一点的卖家 所以这些过去六年我在内地到处跑 其中一个工作呢 就是介绍香港的国际金融贸易 行业中心地位到底的内涵是什么 也通过跟内地各方面的朋友 包括一些地方政府 企业等等的交流 开始把双方要进一步合作 存在的一些不知道 不完全理解 把这些问题解决了 所以现在工作进入实际性的合作的阶段 此外 梁振英指出 香港的工艺团体多 人才和经验丰富 他鼓励香港公益慈善团体 带着一带一路倡议走出去 在政策 设施 贸易 资金互联互通的过程中 也带去中国人的公益精神 通过民间外交促进民心相通 带着父亲加入 杜尔特众 贸易 资金互联互通的过程中 by盐欧联互通的过程中 。